2023年8月27日星期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古邦 A股下周策略会 好 按照惯例 我先亮明观点 我的观点是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超跌反弹一触即发 下周看能否出现报复性反弹 那我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呢 来 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通过一个能量表格图 这个能量表格图 首先大家来看这里 这里是成交量 成交量虽然上周是3.75万亿 比此前一周多了1000个亿 但3.75万亿成交量 仍然是成交低迷 这个是很少的 再来看这个位置 上证指数周跌幅了2.17% 而且这个跌幅有所扩大 此前一周是1.8%跌了 再来看创业版 创业版本周跌幅3.71 是这几周的最大 那再来看涨跌幅加速比 没法瞧了 因为上涨的全周统计下来 只有621家呀 富潮之下也有完卵 看下跌的有将近4500家 同时上涨超过10%的只有75家 下跌超过10%的1467家 所以给这个位置标注了一个特殊符号 上涨超过6%的有164家 下跌超过6%的有485家 比此前多了一家 主要看的是两个数据 第一这儿看 下跌超过10%的 全周居然有1467家 还有这里 下周的个股 下跌的个股已经将近4500家 只有600家上涨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超跌 所以我们看 在低迷的情况下 成交量 那么短线看 超跌反弹 中长线就有投资价值 消息方面 首先金砖国家扩围了 你看又多了6个成员 现在我们金砖的几个国家 GDP已经超过了G7 是啥意思啊 超过了最发达的那几个 那现在又扩园了 那是不是更好 扩园的目的是啥呀 我们是自由贸易呀 这是厉害的 那再说美联储鲍威尔说了 说讲在必要的时候加息 为的就是保持这种 这个紧缩的政策 实际这个呢 就是为了去通胀 现在有不同声音了 因为他们那也出现了分歧 有人说应该尽快的停止加息 看到没 现在出现了分歧 那再说 美加大对华的一些个 像核电站的材料啊 还有配件的 还有部件这些个管制 像发电机 电容器等等 软件方面啊 都得必须特殊的薰核 你看 另一方面呢 美商务部 这不也派人到咱们这来了吗 中美现在已经合作了50年呢 这东西就像过日子一样 50年的感情 不能说说破就破 于是人家也派人来了 同时呢 还把27家中国的实体 已经移出叫做管制 那种未经证实的清单 这个是好现象 那再说 俄食品监管 现在这个机构已经出手 加强对日本的这些水产品的检测 你看硬生而下嘛 日本的金枪鱼 一天一夜就跌了24点多 那一下子本利润都干没了 那好 再说我们啊 大佬又说了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 而且要加快推动 像这些产业数字化的转型 数字经济也好 还有产业数字化的转型 目的就是一个嘛 我们这个位置 要搞好我们自己的经济 那再说三部门 调整优化房地产 信贷政策 同时要把这些手套房的 认房不认带 纳入一城一厕的 这个叫做工具箱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对房地产利好呗 你看现在房地产 上周末的时候啊 周五不就那个了吗 那再说 对所有投资者又开始减负了 什么意思啊 下周开始统一调降费率 你看券商周末的时候 已经开始内测了 要确保下周一 开盘正常交易 你看证券公司呢 要把这个叫做经手费 统一下条 那位说证券还有经手费吗 实际这个经手费 不是证券公司收的啊 是中间有一个那个 你看我们的中央结算嘛 是在那儿 有一个交易公司嘛 那么证券公司 他收这个东西 只是代收 完了之后 得向人别的地方交 但是现在要统一下条经手费 那位说对市场是不是利好 是 这代表着啥 证券会这不已经 那个要活跃资本市场 提高投资者信心 这都是一揽子政策的一个高效响应 还有政策落地 虽然说降的呢 比较少 对于我们股民来讲呢 可能是杯水车薪 但是这是一个向好的趋势 这不就是响应吗 还有政策会逐步落地 那菜总得一道一道上 不是 那再说首批与基金规模呀 业绩呀 还有持续挂钩 这些持续性挂钩 什么意思啊 就是假如一个人 要是持这个基金 有效期越长 费率给你降 比如说这个基金的规模越大 费率给你降 假如说人家基金业绩好了 那么行 不好的时候呢 也给你降 这标志着啥 标志着基金越赚钱 这个管理费 可能是越高 是不是这意思啊 实际呢 目的就是要给基民一个保证 或者说你得好好干 那收益呢 如果不达标 同时也会下调这个基金的费率 这不就是跟业绩挂钩了吗 那投资者 时间 假如说投资期限越长 还给降 这不是增强人们长期投资吗 另外呢 还有基金规模分荡 不会有一点有点模糊 比方说这个基金规模越大 是不是抗风险能力越强 但是为什么基金越大 抗风险能力越强 这个费率反而降低呢 这个有点问号啊 看看后来得怎么解释 那好 再说这些东西都是对市场的一个利好 看看后面怎么发酵 那再说有271家上市公司 披露半年报 其中230多家盈利 那有将近1500家是正增长 就是比去年还增 这些比率呢 占85%和55% 意思就是说 我们企业向好 那像业绩增长 这些公司大多都集中在生物医药啊 还有机械制造啊 包括电力设备 那位说那这些股票怎么不涨呢 这些都 他一涨是不是老百姓就受益了 大家仔细想想 这就是背后的那个猫腻吗 那再说恒大申请就在周一 在港交所重新复牌 难道他的债务问题解决了吗 难道这个房地产真的要好了吗 真的要是房地产好了 猪都能上天 那不用说债务的问题 迎刃而解 好了啊 那再说从技术方面我们谈一谈 首先呢 看技术上的月线图啊 这仍然在安全区 虽然8月份跌了6.9% 跌了227个点吗 但也回到了这个褐色线下方 放长了一点看 褐色线下方到黄颜色 这个窄区间是一个安全区 每次到这之后都酝酿大上涨 这不是在安全区吗 这是月线啊 再来看周线图 周线图是不是经过这一波沙跌 也挺狠的 虽然上证指数 现在出现了一个三连银 但是我们想 去年9月份 这里面也曾经出现过一个三连银 然后经过一个快速调整 短期 这不直接就出现一个微情反转吗 那么之后大盘出现了533点的上涨 所以这个位置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我们再看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看得更加清晰 这一轮下跌 如果再把上一轮加到一块 这一轮下跌 这从7月末啊 跌到现在单边下挫 尤其是8月4号到这里 3322到现在跌了多少点 这不是跌了270个点吗 这周五最低价 是3053吗 如果从5月份跌下来看 5月份最高点 3418点 这跌了77个交易日左右了 已经跌了365个点 那位说 这都相当于365天 一天跌一个点了 但这只是77个交易日 常言道 没有止跌不涨的股市 从这种跌幅看 大盘这个位置 超跌反弹 一触即发 我们再从分时级别来瞧一瞧 我们看上证指数 30分钟 60分钟 可是有顿化呀 大家瞧 上证指数 30分钟 这位置有顿化 看到没 低点之后 产生顿化吗 再看60分钟级别 也是低点之后 出现顿化 再来看90分钟级别 90分钟 在周一开盘 这个位置 是序列第八 那11点 序列第九 而且日线图 大家瞧 日线级别 开盘 也是序列第八 周线级别 仍然在序列 第九范围之内 这不都有一个 上涨的要求吗 那再来看 上证50 上证50 首先我们看 大级别 120分钟 120分钟级别 这不是序列 低九范围之内吗 那日线级别呢 和周线级别 这都在序列 低九范围之内 这不也有一个 上涨的要求吗 我们再来看 科创版 首先看科创版的 30分钟 30分钟级别 序列低九 而且这个位置 低九还出现了顿化 60分钟和90分钟 首先看60分钟 这不也有顿化吗 底背离 低点顿化 同时90分钟 这不是也在序列低期 那么而且这个位置 90分钟级别 这还有一个 底背离形态呢 这是90分钟啊 日线级别呢 日线级别 这周一开盘 就是序列低期 而且周线级别 仍然在序列 低九范围之内 这不都有一个 上涨的要求吗 我们再来看 深层级 深层级 30分钟级别 这出现的是 底背离形态 看底背离 那60分钟和90分钟 也已经出现了顿化 并且日线级别 仍然在序列低九的范围之内 序列低九范围之内 这不是也有一个 上涨的要求吗 我们再来看 下面的就是创业版 创业版是30分钟级别 和60分钟级别 再有90分钟级别 都出现一个顿化 同时日线级别 这个位置是序列的低九 周线级别 仍然在序列低九范围之内 这不都有一个上涨的要求吗 综上所述 通过数据梳理 还有消息 这个还有一些个咱们技术上的分析 中长线有投资价值 短线超低反弹 一触即发 重点把握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这个位置是一个热点轮动的机会 如果手里的品种 沿着五日线 十日线 上升趋势不改 好东西别卖飞 吃不带炸 一旦破了这些关键支撑位 包括有的连20日生命线都破掉的 我们就把资金出来 不参与下跌调整了 不参与调整的同时 找那些低位有拐点的东西去看 这样来讲 既不参加下跌调整 还得跟上新热点 新题材 别被市场边缘化 一旦被市场边缘化 看着别人赚钱 那比自己亏钱还难受呢 那么下周大盘这个位置 开盘我们就看 能否出现报复性的反弹 好朋友们 我是古邦 以上就是本周策略会的主要内容 那明天早天 我还有一个早播报 我会把今天的一些消息梳理好 一起跟大家来分享 如果你看我的早播报 就可以节省四五个小时 看报的时间 朋友们 喜欢的可以点赞加关注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我发的这些视频了 朋友们 明天早播报 见